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我是空岛第一修理公小月 我现在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战斗运 看我手上拿着什么 没错,就是沙子 上次用沙子还是为了仙人掌 这次我就要研究一下新用法啦 把它放进绒乳里烧一烧 再耐心等待一会儿 当当当当 一块好看的透明玻璃就烧出来了 不问我烧玻璃干什么呢 你先保密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啦 先选一个好地方 哎,村民屋子的楼顶平台还不错 地方够大,视野也好 马上开始动手 先放上骨块 待见出一个二乘二的空间 好像边缘的空间有点窄了 重新调整一下 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然后再做四个红石火把 再把红石火把分别放在四个空间里 接着在周边放上海金石砖 这个颜色不太搭调嘛 算了,凑合用一下吧 还需要几个活塞 哎呀,身上没带 得回家找找材料 铁钉,红石,原石,橡木 骑火 做五个刚好够用 快回去放好活塞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哦,对了 看看我的玻璃怎么样了 nice 这些玻璃应该够我用了 接下去应该把活塞放在海金石砖的边上 哎呀,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活塞和石砖应该都堆高一层 先放石砖 再放活塞 哎,那这个活塞应该放在哪里 砖块左边还是右边 我,我,我,我不会又整错了吧 难道石砖应该放在角落啊 呃,不管了 重新调整一下 造成的机器也太麻烦了吧 感觉像是自讨苦吃 唱首歌调节调节心情 感受停在我发断的指尖 如何深陷 冻结时间 起初望着我坚定的双眼 也许已经没有明天 年底浩瀚的星海 我们微笑的像尘埃 特付在一片无奈 缘分让我们相遇 乱世意外 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 也许未来要远在宫典 全不重要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不会怯懒 一定将它建造成功的 不过你们知道 小月想建造什么吗 猜对的 猜对的 啊 算了 你们是不可能猜对的 如果喜欢小月的视频 还请点个赞 再走哦 拜拜